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岛 这个岛救过我的命 在我18岁的时候 开着游艇在海上 发现了一片 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蔚蓝色的海洋 我想好好地游个游 结果跳到水里以后抽筋了 就在我即将要 沉入海底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一团亮光 我后来醒来的时候发现 我在一个小木屋里 而在旁边岸边的礁石上 站着一个女孩 我问是不是你救了我 她回身看向我的那一刹那 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那个时候请大家记住 我18岁 人鱼公主跟我同龄 我在岛上待了三天 这三天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你下次再来就是44岁 26年之后 26年之后 稍等 我再算一个年龄的上面的东西 鬼少爷25 而且算一年鬼少爷25 有可能 我没有跟她的妈妈有过任何 我相信如果真有那样的事情 心里这份感情也许就不会这么纯真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许是她跟真导主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有矛盾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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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